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爱刨根问题的爱采访 今天我们没有走出去进行随机接采 而是请来了一位特别嘉宾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专门回答一些我们在走访留学生过程中 他们留下的一些急需解答的问题 废话不多说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这位神秘嘉宾 大家好 我是徐律师 很高兴来到爱采访这个节目 给大家介绍一些留学生比较关心的 第一月以后H1B 然后OPT以及绿卡的一些基本事项 和一些要注意的日期安排等等 2019年的H1B抽签大赌场已经走完了第一阶段 所有的中签者都已经收到通知 甚至有的已经收到了RFE的要求 不过也更有抽中上上前的同学直接拿到了批准 拿到RFE的同学面对一条条犀利的不见要求 改何去何从 徐律师来给我们一一解答 当然今年不幸没中的同学不要忧伤 更不要走开 徐律师也会教你如何继续合法的在美国待下去 今年代券B的抽签跟往年差不多 这个差不多是说是在人数上 今年的申请人数大概是22万左右 那录取抽签中的人数还是8万左右 那之所以说8万左右 它移民局规定是说8万5 但是我们其实真正有的是7万9 因为有6千个名额是留给新加坡以及其他国家的 有研究生学历以上的今年的中签率比往年高了16% 其实在我手上中签的本科生也不少 所以本科生也不用很失望 从去年的情况来看 从去年前年的情况来看 从川普当上美国总统以后 移民局在尽他们的努力 能够刷掉批准率 他们就在努力地做到这样 就是如果能够聘请更多的美国员工 他们愿意做到聘请更多的美国员工 如果是说能够在某种程度上 作为一个规律性的 或者做一个regulation或者是law 能够把你剧掉 他们尽量再把这方面做 那么我们是美国移民历史协会 在跟他们在对抗 那我们前年呢 RFE就是说对于LCA 那就是大家做H1B都知道了 LCA的时候定的工资水准 他们否认由美国劳工部定的工资水准 所以那个是前年的规律 去年呢普遍也还好 普遍还是说是最基本的 说这个专业性的问题 就是你的职位的专业性问题 以及你个人达到的职位的专业水准问题 这个是他们RFE补充的最多的 当然还有一些关于公司规模 以及主持结构问题 移民局的定义是说一个星期工作小时 在38小时以上就叫做Foo Time 那Foo Time的话 一般来说就要付到工资水准 比如说是你某个职位的限定 它的工资水准就会要达到劳工部的要求 通常来说比较高 那很多的用人单位呢 他不认为说我可以付这么高的工资 我也不需要你这么大的工作量 比如说他一个牙抑诊所 他可能说要用到Foo Time的和Part Time 他都要 为什么呢 他因为他不想付OT 就是不想付超时费 因为超时费按照美国的劳工法来说 它是要求1.5倍的工资的 那对于用人单位来说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负担 所以他们愿意用一些Part Time的 来补充Foo Time的员工的小时速 那么能够达到他们客户的要求 他们用人的要求 从理论上来说 对于移民局来说 批准Part Time和Foo Time的要求 是一模一样的 那只是在说你后期 比如说有的留学生来跟我说 说我是不是可以同时做两份工作 我一份 比如说我在一个IT公司做 然后另外一份我在Uber做 可不可以 是可以的 比如说IT你是做了一个Foo Time 对吧 但是你的Uber 你作为一个H1B的签证的所有者的话 你一定要在Uber再申请一个Part Time的 所以你可以同时有两份的H1B 那Part Time和Foo Time 从本质上来说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从RB 从专业性的要求 以及对于公司的要求 职位的要求是一模一样的 那唯一的区别就在于说 如果是你有小时数的转变的话 你要跟移民局再申请 比如说我原来说Part Time 然后我要转成Foo Time 你要跟移民局再重新申请 那从中签来说 比如说我中签的时候是一个Part Time 那我可不可以转成Foo Time 答案是可以的 如果你中签以后 你用Part Time中签的 你可以再去申请一个Foo Time 然后把这个Part Time的给withdraw掉就好了 CAP GAP严格来说叫做F1 CAP GAP 其实CAP GAP呢 比如说很多人的OPT的申请呢 它是到7月份8月份就结束了 比如说到今年2019年的7月份8月份 它就结束了 那但是呢那个时候呢H1B还没有批 一般来说你H1B既是抽纵的话 你批准了的话 你也要从10月1号 从2019年的10月1号开始工作 因为你的H1B是属于2020年的财政年度的 你并不属于2019年的财政年度 但是从移民局来说 每一年的财政年度是从前一年的10月1号开始的 那在这之前从你抽纵了H1B4月到10月1号之中间的 这一个GAP这一个间隙 我们就叫做CAP GAP 那怎么申请CAP GAP 你要拿着你的移民局的H1B的回职 然后到学校去跟它要求一个新的I-20 那么学校会给你扒出说新的I-20是从 从那个时候开始 比如说从5月1号 然后呢再会再给你延到10月1号 那你用这个新的I-20 你还是维持了你的学生身份 对的 如果是说你的EAD卡是 比如说是2019年的7月1日过期的话 你最好不要回国 因为即使是你的CAP GAP还有7月1号到10月1号 但是路径官员CBP那一边的话 你没有那张那个没有Expire的EAD的话 你很难入境 所以即使你有新的I-20延到了10月1号 其实它那个10月1号是为了说让你在美国转身份 因为当时你的H1B申请的时候是可以有两个选择的 一个是说你出境转身份 一个是说在这边叫COS就是Change of Status 那你的CAP GAP其实是让你在这里转身份的 就是让你在美国境内不出境转身份的 那如果是说你这一边呢又申请了说在这里转身份 你同时在CAP GAP期间在EAD expire了 然后CAP GAP这期间出国的话 你很难再入境 我们的建议是把OPT做下来 因为你的H1B批不批准不在你的控制权内 这有很多的因素决定 哪个移民官你的补件的材料如何 这个从移民律师的角度来说完全没有保证 我们看见很多案子我们认为肯定过 PhD有工作经验已经在这公司工作了很久 就是完全对口的被拒的案子 这种案子也非常多 所以没有guarantee 没有一个移民律师或者是没有任何人能够保证说 你在CAP GAP是一定批的 但是你的OPT的延期只需要交983表 到你的学校的International Office 然后由学校发出新的这个I-20给你 再两年的I-20的OPT 那这一张的EAD卡的延期是肯定拿到的 那在不能够保证的案子 以及说一定拿得到的案子的情况下 你一定要先选择能够拿得到的 所以你的EAD的延期是一定要做的 也有被拒绝的情况 这个案子我们也看到了越来越多 大家很surprise的情况 这是因为技术上的错误造成的 不是因为说是你这个人的问题 你的专业或者是你的工作机会的问题 更多的是因为说 比如说在你毕业拿到那张毕业证 你的I-94 Expired的那个日期的30天之内 你一定要把这一张EAD卡的765表 一定要盖上移民局的章 那很多的留学生在这上面很疏忽 他寄到移民局的时候刚好过了一天 那你连上诉都没有权利 因为这是完全违反了规定 移民局说哪一天就是哪一天 而且在那一天是一定要到的 就是他那张 他那个章一定要盖上去 他那个收到的那一天 是合法的那一天 如果是过了一天 即使过了半天 你案子被拒了 然后你的F1就失效了 你就只能回国了 这个以前从去年之前 很多学生呢就是说 大家就挂靠一个学校做CPT 然后从去年年底 今年年初移民局 出了一个新政策 新的MEMO认为是说 严禁留学生abuseCPT的这个使用 那CPT从严格来说 应该是属于说 你的学历学位的课程的一部分 是要求你在一个单位实习 或者实习经验 然后来完成这个学历学位的 那现在呢很多的学校 很多的学生因为是要合法地 留在美国 所以就在一个学校挂CPT 那交一定的学分的学费 那移民局认为是说 如果有这个CPT abuse的 这个情况的话 即使你H1B以后抽中了 也会被拒掉 所以不建议说 如果没有抽中 要合法留在美国 用CPT继续工作 这我们是现在是认为 这不是一个好的途径 因为会对你以后的工作签证 造成影响 那还有其他的办法 当然那就只是说 你考虑说 如果你是本科 是不是考虑读个研究生 然后如果是Master 是不是考虑读个PhD 因为很多学生 这个如果没有抽中 继续去挂语言学校 但是我们看见 越来越多的例子是说 语言学校现在也不收了 那我也是说 你既然有一个 比如说JD 对吧 你已经有一个法学博士 你再读个语言学校的 这个写作 这个对他来说也不make sense 他也不会给你发这张i20 所以还是以追求更高的学历学位 继续深造为基本的要求 因为如果是对于 已经毕业的学生来说 考试会容易一点 那么这样一个更合法的要求 给自己进一步的深造 如果是说你考虑说 我还是要在美国工作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可能性 All one是一个考虑 当然All one是要求是杰出人才 那么我们通常是建议说 你有起码是博士 左右的学历学位 才能够有发表的文章 发表的论文 在多少的conference上 有多少的presentation 那有导师的推荐性 这个All one 还可能性比较大 那其他的 如果是本科做All one 结束人才这一块的工作前程 可能性比较小 那有的人问到说All one是什么 All one的全称呢 应该是说是在美国工作的跨国公司派遣人员的工作签证 那还有其他的说J one是什么 J one有两个category 有两个类型 一个是叫访问学者 这些大家都很明白 就是是中国的教授 副教授或者是研究员派到美国来一个大学去做一个访问学者 这个大家都很了解了 那还有一个类别叫做Chainy Chainy是什么 就是说我这个美国的公司我需要用人 或者是说我有一个项目 一个培训项目 那我给提供给比如说中国的这个技术人员 比如说我是需要机械工程师 对吧 那在中国的学历学位的 他这个学历学位一定要中国的学历学位或者是非美国的学历学位 然后呢给他这个机会到美国来工作 那有工资水准需要付他工资 一般来说这个需要一些美国国务院批准的 叫访发J one的公司来 对这个美国公司进行审核合格以后 然后呢由这个国务院批准的这个机构来发J one的邀请表 这个就跟移民局没有关系 他是跟美国国务院走签证这一条路的 那通常这样的trainee的工作机会和工作时间一般是18个月 18个月到了以后一定要出境 H one签证最大的好处就在于他的延期 因为对于中国人和印度人来说 严格来说L1和O1是没有延期的 他如果是你因为EB2EB3都有排期 现在连EB1都有排期了 在排期期间你一定要有其他的身份 H one B L1或者是其他的身份 合法地留在美国工作 那O1和L1是不能延期的 那五年就是五年到五年到了 对不起你就得走人 H one B是可以延期的 H one B的延期呢如果是你在六年 因为按法律规定来说H one B严格规定是六年 六年的话如果你的pern在五年的年头上已经开始申请了的话 已经递交了 那么你就可以每年再往后延一直延到你的485的排期道 那么众所周知啊 拿到H one B公签仅仅是走上移民大军的第一步 那么接下来就要直面深绿卡和程序 在这个阶段我们还要如何积人品攒金里 最终顺利拿下永居 H one B到绿卡这个职业移民 这个是大部分在留在这里的留学生走的 这个留在美国的移民途径 那分成EB2和EB3 这个大家都比较了解 如果是说是大学的工作人员可以有EB1 这个要求对于已经毕业拿到H one B的留学生来说 对于本人的要求并不是 并没有太多更多的要求 如果已经拿到H one B 因为对于你的学历学位 以及你的职位的认证 都已经由移民局已经认证过了 劳工部和移民局都已经认证过了 那么这一步的要求其实是对公司的用人单位的 那他要给你申请 我们叫per 叫公卡 然后一直到140到485 对于这一步的要求是对于公司的要求 如果你拿到H one B以后 你公司同意的话 你就可以立刻开始申请绿卡 这个都不成问题 好了 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 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带给大家一些帮助 愿我们在留美奋斗撒欢的道路上 越走越宽广